我們今天看到是婚宴吃到一半 旁邊的空地竟然是傳出火警 天干霧灶 火勢迅速的延燒 甚至還冒出了大量的農煙 撒壞賓客 消防隊迅速趕到現場 把火勢給撲滅 而在火場旁邊則是發現有鞭炮的殘骸 不排除是延放鞭炮 引發火警 農煙密布直衝天空空地雜草 火警火勢兇猛 消防隊貨爆到場 趕快滅火 火場旁邊婚宴才進行到一半 不少賓客受到驚嚇 有的坐在位置上議論紛紛 有的起身離開座位 一些人還走到火場旁邊關心火事 火勢凶猛 外匯公司也趕緊開走波車 空地雜草被燒得一片焦黑 一旁圍牆被濃煙燻黑的面積也不小 消防隊統計燃燒面積約有20平方公尺 起火地點就在彰化田中高鐵東一路 和高鐵三路口 空地旁的路面有鞭炮殘骸 不排除是因為燃放鞭炮殘骸 引燃乾枯的雜草 婚宴遇上雜草火警 讓新人還有賓客都留下難忘的回憶 記者 林一峰 張華報道